哈喽大家好我是普尔文 今天刚收了一泡外省的朋友寄过来的茶 他说这个茶是2005年的一五 他是花了一万二从别人那里买了一件 他叫我帮他试一下 他说他觉得这个茶有点说不出的感觉 好了我们现在去市场上朋友的店里面一起试一下 现在到我朋友店里了 我们一般试老茶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看一下它的仓储有没有问题 放在这袋子里面现在是没有什么香气 先冲泡试一下吧 这个茶叶压的应该是比较松 这个茶叶就是香气非常不好 基本上闻不到什么香气 这个汤也是挺清透的 也不会浑汤 这个茶叶喝到嘴里的口感就是不苦不涩 也没有什么茶味 没有什么香气 就是淡淡的 对它这个汤感里面是带有一点点木质香 就是挂杯 一点都没有 这个2005年的一五 看这个汤色的话 应该像是南方仓储存放的 但是闻这个茶的叶底 是有一点点仓味 不是很重 对其实仓储经过湿仓的茶 它的那种很刺激性的那种味道 很强的 它总是有一丝丝的那种仓储的味道 但不是没味 它这个应该是南方的仓储 然后是正常的仓 只不过是它的仓储环境比较一般 比较一般 像我自己的仓库的话 它我也是不会开窗 不会有阳光直射 如果是说天气比较好 可能会打开通降风 对会打开窗户通降风 如果湿气比较重的情况下的话 还是会抽一下湿 就会这样子去保证它一个湿度温度比较平衡一点 这个茶叶比较松散 我朋友说它这个茶叶是用毒筐装的 28柄的茶叶 但是我也没有看过它的版面包装 不知道它那个版面有没有虫洞 有没有茶油 这个茶叶你们猜一猜 它是什么的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刚刚说的仓储 它虽然是南方仓 正常的仓储 只不过它仓储的环境比较一般 但是按道理来说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子 没有一点香气 而且茶的口感很淡 没有一点茶味 其实这个茶它不像是路过昌的茶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是这种状态吗 我之前喝过类似的一款茶 跟这个非常的像 那就是这个茶叶是老茶新鸭 就是这个茶叶它是原来的原料毛料 可能再放了几年以后 然后再重新压 压完了以后又放到南方的仓库去放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中文起来说 我觉得这个茶最大的可能是什么 本身它的原料一般 本来它的这个原料一般 然后呢又散茶可能它存放了几年 香气没了 香气没了 味散了 其实如果那个时候直接喝散茶的话 结果会比现在这样子喝好喝 为什么 因为散茶它存放 它本身如果你去喝散茶的话 它的味道还有香气 其实还是有的 它的一些内含物质那个时候 其实是已经释放出来了 但是你如果是去再重新增压成饼的话 通过高温的增压成饼以后 它的内含物质反而就已经没了 我朋友拿了一泡02年的昆明仓鱼5 过来对比一下 这个02年的汤色 还没有05年的汤色那么深 我朋友凌鱼5的昆明仓鱼5的这个香气还是非常好 也有化杯香 这个02年的昆明仓鱼5的茶味就非常的明显 是 而且这个茶叶是没有一点点的仓味 这个汤感是比较干净 而且也有化杯香 今天对比了一下两个不同地区 不同仓储环境的一五老茶 其实我们不是说不同的地区的仓储存放普洱茶的好与坏 关键就是你这个仓储要干净 环境湿度温度 不要太过极端 而且最关键的还是要原料好 好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